歡迎來到妄想世界 今天有些好消息 內地首次轉按減息 轉按到第二間 找一間便宜的息口 有好有不好 內地是全力救樓市 擺到明 甚至政府出手買來做保障房 還有很多招呼 始終是政策主導 我喜歡怎樣改都可以 所以現在不是慢慢跌下去 慢慢跌 要用盡方法去做 減息後還給你轉到第二間銀行 便宜點息 即是希望銀行之間互相競爭 為了接近一條數目 那是否可以呢 另外再說 但他是很積極做這件事 變成銀行馬上就跌了 你看到中資銀行股市升得很好 但中資銀行就跌了 他當然是盡量減複存 那不同地區其實有不同的複存 但其實有個數目 即是你計算一計 你知道大概跌到幾時 另外還有 哇這段時間真的很多消息 新世界就減值 跌了成一百九十億 哇 多厲害 億億聲 還有百多億 但他有很多是估計的 即是估計整個價值低了 或者有很多評估 那就先進了帳 那他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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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就放 放盤 放什麼呢 就是K11 即是現在其實在玩的一件事 就是 大家都先增加流動性 即是Deleveraging 即是去槓桿 這個很明顯 兩年來 那就唯有去槓桿 但是那個效果呢 現在首先有兩個東西 先辣到 即是 即是比較切實一點 跟我們有關 就是銀行炒人 那麼 City Bank呢 炒了很多 City Bank City Bank 其實年初開始已經炒著了 那麼 那就是 匯豐跟著都炒人 那你會說 香港最大 就是賺到最多錢 香港最多錢的 就是銀行保險 真的賺得很厲害 那 所以呢 這個是有影響 那現在 新CEO 匯豐上來 就 打算 就是 炒了中產 那 現在呢 最慘的是中產 我之前有說過 中產其實不應該存在 我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那 那 這些呢 一上去到這樣 你用很多年時間去讀書 接著 上去那些位 接著買了樓 誰知道 突然間就炒人 這個是太慘 是慘 所以我 很早之前 都跟大家說過 我 一定要自己做事 我做什麼都一定要自己做事 那 那 為什麼就是這個原因 當你控制不了自己 我是不敢買樓 買部位的 我都完全不敢 因為 我 不知道明天 又不能上班 對吧 所以 你說 喂 打著工去買樓 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況 當然 有些人說 做生意都很危險 當然 所以我連 我連 用那個地方 都要買斷 我才夠膽買 因為我當年第一次買樓 或者 買樓 我都是很害怕 就是我 很害怕很多東西 喂 你想一下 真的 你想的時候 應該是想遠一點的 因為你心思不神物 喂 我買了 突然間 炒了我的樓 我怎麼供 但是當然你說 就是東加不打打西加 但是 這本人是一個 由零開始的人 就是我沒有錢 我真的沒有 我 當時 讀完書回來 就是零 一毛錢都沒有 那 變了 我要很小心 去做一些 投資的事情 因為 壞了 沒有人救我 所以 香港現在很多人說 氣 其實我是 完全不同意 你氣 是賺不到錢 對不對 即 既然你 已經是 disavantage 你是 比別人差 你一出來 這個社會 比別人差 你還懶得 有什麼可能 可以獲得任何資產 這個是很事實 所以你聽人家說氣 都氣不了 你不如去到加拿大 或者其他地方 一樣遇到這些裁員 還是他們難過我們找工作很多 雖然現在 香港是3%左右 全部全民就業 但是跟著下去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 沒人知道 總之 小心一點 所以 我今天看到一個截圖 也挺好笑的 就是 左邊這個 就是 輕輕鬆鬆 12年 不讀書 最後就做這個 送外賣 那就是辛苦 40年 但是你很勤力地讀書 12年 然後 再加上 你出來捱了40年 辛苦苦 就50幾年 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那 為什麼會造成這件事呢 所以你要知道政策是怎樣 其實你很不明白 究竟做什麼呢 為什麼要共富呢 其實是有原因 但是 但是 因為我最近看了一份 paper 就是 愛國是講內地的政策 那它其實說得很好 不過這些又是很深入的 沒有什麼人留意 或者沒有人想聽 所以都是講一些普通新聞 就是因為它太複雜 但是它是一個 就是因為有不同的主意 就是一個想法 那變成它這個政策 它不是經濟優先 所以如果你用經濟優先 那你又錯了 它並不是經濟優先 好啦 那接著呢 說回這個 這個 這個 有 好消息就是 喂 其實內地一樣有人來掃樓 其實 不過那些報道全部都說了不好的 那 還有一個會計師樓 我也想說一下 會計師真的賺很多錢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也是這樣 買成 二千多呎 那 還要新樓 用二百多萬 把所有東西都打破 足足用了半年去裝修 它什麼都要換掉 有錢到這樣的程度 去澳洲有樓 去香港有幾層 又買巴士牌 很多東西 很有錢 真是 見到它很有錢 那又是 家裡又有鋪位 其實有錢的人是很有錢的 我想說是 你無法超越的 所以不要爛 我想說一個正面一點的東西就是 你不要爛 人家有錢過你 也都勤力過你 我們是超越不了的 唯有努力一點 被他追得比較貼 因為現在 中產已經是 越來越少 那 為什麼有很多人 身份危機 就是跟這個有關 因為他知道 這個 不可以維持得很久 中產是一種 很過度性的東西 你要是就上去 要是就下去 我經常都 重複講了幾次 所以我會想很多方法去抗衡現在這個情況 希望大家都好些 在這個浪 生存下來 內地的客人其實是大手數的 有一個 其實 現在 底的賣 其實灣仔雙下 都是八千元尺 他全都賣光 那 1.44億 這個位置其實挺漂亮 那 所以呢 你不是說 喂 換了主人 那 有資金那些 就覺得便宜了 所以什麼有錢人 就 現在就看到了 之前看不到 之前個個都是有錢人 現在真的還有錢賣東西 那些真的有錢人 那 很厲害 那 新世界現在不行 那這些地產商會不會倒閉 還是什麼呢 其實你都不用怎麼擔心 就是 大把錢 不過很慘 就是看到一些 富二代 真的不容易做 為什麼香港沒有那麼多有錢人呢 就是 因為不夠窮 我想說 即 在本地產生的 其實有很多 另一種 財富的方法就是 他自己家裡有錢 那 但是你要輸錢也輸得很快 那 我現在就 賣 有傳說 賣K11 即是穿很漂亮的 那塊東西 我想他也是很不想 很不情願之下 去賣 那 他另外有些事情 都有人在談 不過現在不知談成怎樣 那如果你是財困的話 你都會賣這些東西 這個很合理 這個很合理 問題就是 你留得回多少給自己 現在的玩法就是這樣 所以 我之前都是這樣 將一些不好的東西 儘量丟掉 那有時候都幾反常 因為前幾年 還在升級的時候 你就去賣了 是很掙扎的 你現在說就容易 過了 事後 都是個個很明 個個都是聰明 是吧 但是其實那時候 你賣的時候 你心理上 都是很不舒服 我有些東西 為何無緣無故賣了 但是 幸好我個人是捨得的 我沒有所謂 賣了就賣了 那有時候你就不要太執著 好像這樣的情況 沒有了這份工 就找另一份 就是不執著是很重要的 那接著上一陣子 有很多人 又說什麼 有秘密消息 跟著 又在那裡笑 那些什麼什麼池袋大王 什麼什麼大王 小巴大王 那些東西 其實人家 就 就是有些賣了 當然是虧買 花了湯 也是 但是 其實 有錢的那些照買 升展 已經有八層在中環大廈 那所以 你會看 你就覺得是這樣 有人賣 有人看好的 對吧 不是一面倒全部看壞 那當然 不是個個做得到 但是 其實我想說 主流聲音 都未必一定對 你賣得出 就是有人接 對吧 不過是轉了主引 你覺得中環中心不值錢 有很多人都覺得很值錢 那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大家的看法 那 覺得有用的 讚嘆分享給朋友 下面留言討論 那在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呢 也都有人 是正肖肖肖在財富轉移 現在基本上就是財富轉移 你有錢 就轉移給你 你沒有錢 就只有體字 不關你的事 世界就是這樣 有錢仍然有錢 沒有錢仍然沒有錢 就是 很現實 那所以我 我反而 所以我 會 焦點在 你怎樣 上去上面 不要被人浸 這個是 游泳的最重要一點 怎樣游在岸邊 怎樣逐步逐步建構自己的資產 這個才是真正 是 應該有的思維 不是看別人怎樣睡 沒有什麼用 它睡不關我的事 所以很多人就很有趣 就是 焦點在別人怎樣睡 人家怎樣睡都不關我的事 我很多時候 很早很早之前都覺得 你應該專注自己的事多 專注社會 有哪些人不行 其實對我們好 沒有進展 所有人都不代表我們好 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 個個都追不到一個女生 不代表她會跟你走 就是這麼簡單 謝謝 謝謝 有常次 我們這可愛